瑞瑟香农会与县府台东茶改产合作 办理第三届蜜香红茶制茶技术比赛 来自瑞瑟玉丽及富丽三香镇30位的制茶好手 从制茶到评审官能评见经历一天一夜 今天下午结果出炉由青年茶农韦世红 揉制出浓郁的蜜香红茶而夺冠 从昨天抽竞赛茶经开始的尾雕发酵 杀青揉脸 干燥精致到备火 参赛茶农一夜未合眼 今天一早又忙着整理烘焙好的茶经 称重达标后进入最后一关的官能评评 评审团从茶经外观 茶糖香气 色泽 接着进行口感风味的盲测评见 瑞瑟香第三届蜜香红茶制茶技术竞赛 不同于以往的是 这一次首度使用台茶20号茶经来比 对习惯用小叶乌龙的茶农来说是一项挑战 我们使用的这个茶青是台茶20号 那在同样的茶青的条件水准之下 那各选手都表现得很好 那大部分的发酵度都做得不错 即便是一项新的挑战 但对圣经百战 这茶技术如火纯进了老茶农 如流浮春 赖双全夫妻粮等等 依照经验判断做微调修正表现不俗 也名列前茅 第二次参加 第二次参加 总算有进击的空间 OK OK 还好 还可以接受 季军两个一起出去同心协力 过程也是很长 也是很有兴趣做丁香红茶 历经一天一夜的竞赛 结果出炉 由年轻茶农未适红 在茶经与制茶积聚相同条件下 制作出来的茶经 散发浓郁的蜜香香气 最后拿下了冠军 乌龙或是金轩的做法 跟今年的20号都做的不一样 做法 所以我们就大概去 精进去看他们大概怎么去做 然后再配合自己的 能力去看茶的变化是怎么样 所以今年烘焙 就是熟成的时候比较久一点 然后再去挪拧 挪拧的时候也是比较长时间 第三届蜜香红茶 制茶技术竞赛圆满落幕 除了拿下冠军的魏世宏 亚军依序是刘福春 黎正祥 而三名季军分别是 傅正泽 赖双全 及彭秀美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